多少次 1、2、3、4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五的中環魔法生日 今天我們就人才仔仔 除了有KK在這裡 我們還請了瑞通的Ebby和Simon 跟我們談談今天的視訊 歡迎大家 大家好 其實看準備這一場魔法生 其實我內心挺忐忌的 因為越準備的時候 我就覺得 是否整場Live都要鞋鞋鞋 為什麼要鞋鞋鞋 鞋鞋鞋 五鞋 值得歡呼才沒有 我們很多客人很歡呼 買一個熊仔的 因為今天我還看了一個散戶 現在的視訊好像陰乾陰乾 更慘過虎災 其實現在坊間裡的氣氛是否真的差到這樣 你們是財金界 你們感覺到氣氛是否真的那麼差 財金界嗎 我們就是窩倫莊家界 我們作為發行商 我們感覺不到 因為其實 因為多了人早膽 我們看到熊仔的人都不取消 多有信心 一邊開一邊跌 很開心 不走 我們每天都要追回牛仔 剛剛才說 現在最低是二百四 二百四 我們只是放在那裡 我也不想市質跌到那些位 對 對 以前看到一些人開洞 或是熊仔 其實很短線 即是即日已經離開了 但現在他們不是 即是賺錢 其實他們還坐 所以看到他們似乎做淡 但我決心就大了 當然 是 看你買甚麼方向 我只是說 你看中了便可以 我覺得 其實又不是去到那麽差的氣氛 可能駕駕駛的人就會比較害怕 怕嗎 怕 都不是叫怕 他們已經是審願 其實Facebook的已經是坐在庭 即是你不想 那邊搶擔 那邊坐在庭 兩成三成 尤其是很多朋友打電話來問 多數都很遠 遠到 然後呢 要把圖放大去看 是多久 找個格子出來 是啊 拉到一年了 很遠的 不過現在的氣氛 是少了人留意開始 即是你已經是坐了很久 那些部分 剛才你說深淡 就是深淡 問題就是 他們夠不夠膽現在罵 已經沒甚麼人罵 說罵看 即是問 究竟要跌到多久 因為 有些不買 就是繼續唱淡 就覺得市場應該會繼續跌 是 有沒有說之前 KK 你的粉絲 說之前 例如大喜大樂的股份 但現在 坐艇那些 是一些大價的藍售股票 大很多 5號1299 是否更多了很多 有幫有少坐艇 是 開始挨架 有幫就開始挨架 這也是第一步 只有可能坐 嘩 你這樣 是 不是 不奇 這個真的不奇 有幫是要小心的 我覺得 因為現在的市況 就是你看到很多重磅股份 之前大家覺得好 就逐隻逐隻跌的 是 板塊是 你看到指數股也是 同一時間 你好像找一些股份 就托著指數 比較喜歡 很英俊 托上去 那誰會跌呢 就是 匯控 騰訊 這些人就伸低 是嗎 那你是 不排除下一浪當 其實今天就叫做 在低位彈 那你下個星期 或者今晚 你見到特朗普有講些話 市場又跌下去 那誰幫手跌下去 那可能有幫也不一定 是 所以要小心 現在見到兩位 論證專家在那裏 什麼都要請教一下 我想問一下 究竟市場 現在大體的資金流的趨勢 是怎樣的呢 是否真的 基本上是很多人 有八九成人 都是做紅頂 或者是做淡倉為主 如果看恒指 現在就是六四之比 其實六四又不是很誇張 我們看到市場衝上去的時候 那些紅仔都是六四的 其實 當今次是倒轉 市場殺下來的時候 那些紅酒都竟然這麼多 違反了我們經常說 那些人殺牛殺紅的理論 是的 其實越殺 那些人怎麼會殺呢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賺錢 淡倉多了人買 那些人開始害怕了 就是用來找潘倫 開始會找潘倫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是早期的 早期 是的 因為其實開始找潘倫 開始找潘倫 到現在連潘倫 都 即是現在開始看到 連潘倫都不敢開 叫潘倫都不敢開 的時候 應該都差不多到底 是的 風險大家已經害怕到 我什麼都不管了 就是剛剛開始的 就是這樣 我沒有 或者在以前的經驗那裡看 但是不知歷史 是不是一定重演 很安全 不是這個 純粹分享 如果你純粹看波幅 這次不是升得很厲害 如果你說波幅 那些人是恐慌 那些選擇 很多人來買東西 就是避險 那又不是升得很厲害 那些窩還會跌 同時那些窩是跌回頭的 那就糟糕了 但是大家預期會有個直落的 但是就沒有 陰一點陰一點 是的 那些人又說 那些人很難炒 如果是陰一點陰一點 是的 難炒 但是不要緊 那些人就會追高槓桿 你又想牛紅 追成四五十倍槓桿 其實一兩個不算很夠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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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折磨理 究竟怎樣呢 我們講著很多外圍的因素 好像我們聽了很久 經常說不是啦 我們都講了那麼久 那些消息反映了嗎 但你說價錢年頭趕到現在 貿易戰二月到現在跌了很多點 因為貿易戰花椒很多 所以你是難猜究竟現在的市場 究竟你是走哪一邊 KK你都說難猜的散戶 難猜的 那怎麼辦 所以 我又覺得你如果拿了貨 就不應該撥反彈 你拿貨 如果你是要做的話 只可以做hatching的事 因為你不知道 其實一個消息你都可以令到行指立即彈 其實今天最尷尬的 因為你行指剛剛由高位調整了兩成 那我糟了兩成 如果我是我 如果我看到市場未來再要跌到b 或者美股開始真是懶惰了 那我就可以夠膽一點去追撥它 即是會洪它 到時候部分股份一半 兩半雖然都可能所剩六幾 那你一半 那你不是買些紅 或者買些潑 應該是這個策略 就是這樣做 最重要的是現在要做對沖 譬如我買一隻牛仔 也要夾一隻熊仔來玩 買一隻牛仔夾一隻熊仔 哇 都是 這個其實是有少少左手和右手 對 因為今天看到有觀眾這樣問 即是他們就說 究竟我應該怎樣做呢 即是去到這個位置 像KK華仔那麼尷尬 你還不問 不過你剛才說的策略是有的 是的 如果你有玩其拳的話 這個策略都經常會做 就是你駁它會隨便爆一邊 但是駁它是爆的 大升或大跌 但現在是陰 即是錯了 是的 如果你覺得它會上 我不是說錯的 那你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 有人是牛和紅都買 但如果它是牛皮 或者陰跌 其實你會輸 但是如果它很快速地 很急升急跌 那這些策略其實是可以有 幾好的回報 沒錯 所以現在就未必對 我覺得 因為你未知道是不是陰光遠 是的 你可以繼續這樣走 走很久 走了很久 其實我也想說 很難 即是你什麼時候是陰光到尾 市代變那一刻 是的 現在你沒有那些 成交又差不多 即是你今天就好像有千多億 其實你最後那百多億是假的 即是我覺得我要扣回百多億 你換馬 如果你說只是看著這些因素 我也不知道究竟它們應該去撈底 還是怎樣 即是覺得趨勢仍然是向下的趨勢 有人問騰訊 這個一定要說 是 究竟怎樣呢 這隻 是否已經被市場放棄 這隻騰訊 有沒有去到這麼悲慘 你看它完全沒有利好消息 你國家的層面 你要打沉它 其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解決到的事情 這段時間 我覺得騰訊正在面對 就是它一直以來都在說遊戲收入 那個老問題 是老問題 因為你收入可能現在會叫多元化 你有很多不同的業務 令到你多元化了 但是你的盈利的貢獻 都是來自遊戲 那麼你又這麼巧現在國家 就好注重青少年的視力問題 哈哈哈哈 多年沒有理會我 對呀 那你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你都在騰訊沒有在業績交到功課的情況之下 那你永遠都是 就踩多腳 那你踩可能踩到第三季業績公共 所以你說是否要放棄它 我覺得它的價是會落 即是怎樣都要試300元 我覺得如果你的勢沒有變 就應該300元 走不了 因為現在你說的 我們接駁騰訊以前 為什麼它會好 因為覺得 好像什麼都天花龍鳳 充滿了美好 現在突然間沒有了 這件事你已經在股值上要打抵抗 但是現在你就算打抵抗 你都三十多倍PE 那我去的話 我不如買美股科技股 美股科技股 美股科技股 二十多元而已 別人業績又好 所以騰訊你說 市300元我得不期 尤其是今天 市見到它打不起 講到騰訊 想問市場的資金 是否都是做膽的多 即是跟指數一樣 都是同步的 其實這兩個 指數就是做膽多 騰訊其實暫時來說 我們見到就好倉多 如果過去五天 只買騰訊牛仔和摳訊的錢 港幣三億 其實很多 如果你想想 牛熊正和摳訊 是說幾毫子的東西 幾毫子的東西買三億 對 有槓桿的東西 真的覺得很多 在熊仔和Pood 獲利離場 過去五天走了兩億多 其實在騰訊裡 會看淡的人 都會獲利平倉 但始終 我想不是說 撈不撈底 我想那些人 其實是覺得很怕 錯過了機會 騰訊這隻股票 幾年 每一個人 都入腦 就是 一定大的 大家覺得 最強的就是 他怎麼會不大的 是的 簡直就是很多人 後悔的股份 每個人都很後悔 沒有買 是 今次這樣插下來 是 如果不買 又會被人笑 當時升上去 你又買不到電 你買不買 這樣的理論 令我想起 人們說買當年 又不是當年的 可能一年之前 買房子好像買樓一樣 是 你看到不斷升 但又覺得很貴 又不買 沒錯 但又見到它升得那麼厲害 現在騰訊這個警方 請教一下Simon和Abby 假設我想博反彈的話 牛證還是選擇Colin比較好 其實如果你說 一來你經常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牛控證還是Colin好 牛控證就是一來有收回 而且它的槓桿 會比Colin高一點 但你就要看 你究竟要平衡一下 收回風險和槓桿 你會選擇哪一種 如果你看回的話 你也知道近期 你騰訊一加單 其實每天都十元 所以如果你真的選牛證 可能就要選遠一點的收回 對 選低一點 對 選低一點 對 比如今天的人 可能都選到三百 就是這些位置 對 那你說 那裡 可能沒有收回風險 但又可能要想一想 會不會說 人生波幅會不會慢慢壓下來 有少許低 那兩樣東西 可能大家就要去想 做一個平衡 嗯 KK 如果騰訊駁反彈 是否都是駁他有 一成至一成半的成福 因為你看回之前 譬如他業績出了之後 319 或者320 然後一旦彈到375 那裡就停了 現在再下跌 接近300元邊這個水平 你會否預算他 都是有一成至一成半的 就是這個反彈幅度 有機會大 其實有機會大 因為我看騰訊的走勢 是在下降軌 而這個下降軌 而這個下降軌 但是這個 這個ring是很闊的 我剛才說很闊的 你剛剛那一轉 你319元 上一次 好像很久之前 其實很近 319元 淡上去是360多元 360多元 你只是計算 其實是一成多 就是在下降軌 兩條線的中間那些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其實是頗均等的 現在我們說 今天下過去309元 其實有少少像是這條線的底 就是今天的底 今天的底 代表下個禮拜的底 會更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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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1月的位置開始畫 那個高位和低位畫 就是真的正在走到這個 range 你彈上去至少有一成 你捉到就可以了 但是我覺得不要太貪心 就是捉到 因為難道每次都給你賺呢 那一成 剛剛那兩三次都能賺到 是兩三次賺到 但是如果你說 你不要多 我當一半 即是在走到 range的一半 我賺到5% 再槓桿一下 這樣應該很滿意 也是一個好位置 即是現在正在找到 反彈的底位 然後再打一打 打完就好賺 就走了 就不要貪心 因為你給三百六十幾元 當時剛剛那一段 有些人覺得 嘩不是的 那個勢要轉回 那一刻再買正股 或者追它破底是非常危險 如果不說騰訊 或者我們剛開始說 有幫 或者匯控 那些 做法是否又是不同 還是一樣 做法 我覺得那個 range 沒有那麼吸引 比它這麼十倍 應該也沒有 匯控那些 有沒有十倍的 有匯控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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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的話 都還可以 因為匯控是更加滿的 你每天是低一點 就是如果你說 我覺得如果你有正股 那你長渣 其實匯控現在六厘式 其實是吸引的 六厘式 現價 那你買正股 你當它跌 又或者你短期炒它的 range 就是一天就是那一元上落左右 那你就看著實 其實你應該找到錢 我覺得 但是難一點 就是難一點 如果三文Ebby 怎樣 匯控那些 其實近來都多了人去問 這兩隻股份又怎樣 如果看有幫 我們今早的確看到有人 進來打招呼 很多人都覺得 它在那個區間裡面 上上落落 但是如果其實你現在 打招呼 你又打招到 這麼區間底的頂點那裡 其實萬一它真的下破 其實其實 就要走 所以 所以 一行你便會 但是可能阿Paul有幫 有 有可能 怎麼沒有可能 甚麼都有可能 騰訊四百元 誰有 不知有得到三百元 一個月前問你騰訊 你會來哪個位置 你一定是 一定是沒有可能 有可能的 甚麼都有可能 但問題就是 除非你是好貼士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很多人買股票 就算買銀行證也好 他們不是好貼士 可能他們正在上班 可能隔一會才 老爸走過去 便會收回來 按照鏡頭出來看 拿手機出來看 如果你玩窩囊行證 是這樣的 就不要按薄 因為如果你選擇這些位置 你按薄得那麼盡 它真的插下去 你走不及 還有我覺得 現在很多時候 就不是說 看法 要看哪一邊 大家都很明確 順勢而為的話 你是要買盤 大家都買的 那多數是甚麼呢 就是 又要看下去 但是市場又動得快 但是哪一邊我買的時候 我就掛下兩格 明明正在做一毫二仙 他又要掛一毫 我永遠都是這樣 我覺得很多人買的 那我就是 其實你看得對 其實你看得對 你越看得對 你越買不到 買得到 對 永遠都要便宜一點 沒錯 所以其實尤其是玩電新工具 我們這期經常跟人說 尤其是你這期 市場去得那麼快 順著小去的話 你就不可能差了少少 欠個幾格 是的 你真的覺得是要償下去 然後你如果真是短線 你覺得 嘩 這麼快已經中了 你就先取消費 那就再買 那就再買 因為這些東西 價位小 你經濟用金比較少 其實很少人說 會幾十萬元買窩倫 買窩倫是幾千幾萬元的東西 那經濟用金也少 又不用給印花稅 手續費少 你就走到幾轉 Abbie 按三文這樣說 不要貪心 現在賺少少 或者賺到 一定不可能是你心目中的價位 就是 有些不代力 就馬上走 不是 一來就是 可能有時 欠了幾格 一天入不到 其實可能你看 對哪個升幅 那幾十格 可能因為那幾格 而沒有了那幾十格的升幅 真是打心口 然後 然後 好像這樣說 要一來貼市 可能都要嚴守止蝕 你不要買了 不看它 要時時刻刻看著它 因為你始終 衍生工具的升幅可以很大 所以真的要努力點看著它 那天看著它 我們這陣子都有 跟投資者聊天 有很多投資者說 你這個卵沒有成交 我怕我怎麼走 我們要不停去說 我現在有三百萬股 放一個買盤 你是不是拿了很多 你買了幾十萬股 就夠了 最重要其實 買賣股票是要有盤 成交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如果股票成交當然重要 沒有成交就是沒有盤 但是我們窩倫有莊家製 基本上就是 你有一個買盤 你見到有一個買盤在這裏 就可以了 沒有成交 那你是買成交還是買 你先買我的盤 就當是股份 對 很多時候會誤會 它當是股份 對 這些市況 其實大家買賣的 頻率是小了 所以很多時候 一天一兩天沒有成交 很正常 重點就是 莊家是否在這裏 肯開價便可以 對 如果莊家一開始 已經放在這裏 放的尺寸大過你買的尺寸 那已經夠了 但是它還是很害怕 那會不會有一天 你沒有了那個牌 你沒有了那個牌 香港就叫做回應報價 我一定要開的 你打電話 你打電話 其實港間所有規矩 你打電話來 我會馬上開的 所以這些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 買論之前 你打電話來 可以講解給你 這些事情 這是我的工作範圍 這些事情 好過你很害怕 害怕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看免費報價 他們看不出買賣盤 對 看不出買賣盤 他們經常見到免費報價 有時就不準 按盤價錢 對 因為現在多了 因為之前的市好 人們買淨股 而現在市場淡 人們多了做反手 就是可能學習玩 Pood 所以就像Simon 多了人去問這些問題 我們先跟進一下 觀眾問題 有人都說 買Call Pood 會好些 可能是騰訊的部署 然後有人問 KK 是不是問你 如果大家股 走得不好 或者什麼 買些收息股 會不會可以避險呢 也是 一定是 你說 大家股股 你現在看你這個星期 其實收息股 也不是走得很好 不是很差 暫時你說 不算很差就已經算好 相對沒有那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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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收息 如果不是每季收息的話 你要等一年 就是你拿去內銀行 沒錯 你等一年收息 你怎知道一年之後有事 所以如果你說 我只想著 短線的氣氛 短線的氣氛是差一點 應該找一些 你說收息比較多的行星 一年收四次 你煤氣也是這樣的 這些 你會覺得市 至少股市 是未完 未完 現在是調整 完就不同了 完呢 公用股呢 都要照跌 都要跌 都要跌 都是的 其實現在我是擔心 一件事 我擔心是美股那邊 即是美股那邊 你開始覺得 是否有點裸味 我覺得是裸裸的 因為我們雖然跌著 等美股 不是說它跌 不知道是不是 但如果美股跌下來 當那些錢是要抽走 在股票市場抽走 變成好像幾年前 或者十年前 就是十年前 金融海嘯那一轉 你的錢就會變成現金 現金 到時候我不理你 你多少息 我要錢 可能連帶公用股 都可能會跌 只是覺得 只是告訴你 你的公用股去到哪個息 真是吸引到它們不會再孤 那下就叫穩定 所以 不是代表公用股一定不跌 現在你可能是 賺到個息 但虧到個價 講到美股 我想起 就是中美貿易戰那些事情 好像一直整件事件發酵 衰的都是A股 你看美股是完全 沒有衰 沒有衰 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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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我覺得A股 它弱得有個譜 你看到這幾天 它都2700-2700 上證指數 還有 你好像有些疑問 那現在真的不是太弱 你覺得2700 穿了 它穿了 但是你看到港股這幾天跌 它沒有跟跌 你某個程度上 好像有些國家的資金 真的抄底 當然他們抄底 不是代表跟見底 可以是更加抄底 但是我不覺得A股 真的太弱 這個時間 所以 我覺得弱是港股 當然A股跌下去 港股 同樣會跌得深 只是現在 我們在美股不是跌得很多 在A股也平穩之下 我們已經先跌了 已經試過底 你想想 究竟是不是誰弱 我們弱 反而不是中美貿易指引的因素 令到A股跌下來 港股躺著20重槍 現在是A股可能 我們什麼都重槍 是的 這個我也想說 因為其實你看圖的話 你會覺得A股和恒指的關聯度 都好像越來越大 所以你剛才就說美股跌的時候 港股又可能受影響 如果A股 我們更加受影響 內外的都要看著 很多因素 是的 還有一件事未發生 就是你的港匯其實未去到 再大規模的資金流走 這個其實未的 亦都是現在這一段 陰光式的情況 未令到大家很害怕 但如果有一天跟你說過 外匯儲備去到400億 300億 嘩 你想想市場會跌到什麼情況 現在你又有些IPO下落 所以你好像有些東西下落 但是你好像每天都會跌 這樣就形成了所有因素 在那個陰光式下跌 但是說了那麼久的陰光式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著 什麼時候是終極一跌呢 即你們要跌 會怎樣去定義這件事呢 如果很多股民期待著 快點跌夠 這樣 終極一跌 現在未有條件 我覺得 還未有條件 那不就有時間捱 大家很辛苦 我覺得很難 即你要期待終極一跌 短期的跌 給大家搏反彈 我覺得是有的 即剛剛那一段 上一段的26800 很多時候 終極一跌 就是一個跌 可能很多 一些平倉 或者指洩 做了 做完之後 因為那個價 是比預期中 是不理性的 我們叫做不理性 不理性 你才會有些人短期再搏反彈 那一串你就搏反彈 騰訊 你310元 你19元 你搏反彈 你搏反彈 那不算終極一跌 你只是搏反彈 但如果終極一跌 很多時候 在市場 你要是 單一的壞消息 令到市場 那一刻是最害怕 而這個消息 是沒有那麼害怕 那就反彈 但現在 我覺得有太多消息 你中美貿易戰 那你印尼的貨幣是怎樣 那你再加上 現在又說日本了 是的 搞完日本 是的 所以你的消息面太多 所以未形成到 可以終極一跌 那個情況 是 Simon呢 Simon 怎樣看 終極一跌 終極一跌 往往就是過月才能找到 是的 其實通常都是 所以跌市更惡股底 我們從來覺得是 順勢而為 你永遠 其實 要看到 它說是終極一跌 就是過了 你看到大家 整體 你看到大家 全部人都說 似乎跌完 正在升了 追不追 其實我又覺得 市場有這麼多位置走 你就算等它已經回 已經升了 有多確認的時候 是的 你會賺少了 但你不用再做第一個去賺 你最重要有賺 你不一定要做市場 賺最多的那個 是的 因為很多人 是很貪心的 就是我賣 我要最便宜的那個 像剛才所說 你明明看這個方向 你賺一隻卵 我就要低幾價 我希望能拿到一個底 但如果你的勢 是出現了的話 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你是遲 即是你 現在可能你追call 或者去追牛 可能真的 可能在下個星期 一個列口高開 是的 我跟你說下個星期 列口高開一千點的話 究竟你會不會追呢 一定不追 如果你是消息面 是消化了的話 你便順著稅去買 所以就不要博 最高沽 亦都不要最低賣 是的 不要整天在想著 我每樓都一個漂亮位 最重要 你是有錢賺 是的 他已經開始的星勢 都形成了的時候 你才再衝進去去樓 都不太遲 如果原來又是霍你的 原來又是閘下去的 其實你還有位置 你有位置走的 其實我覺得是 但是這個心態上 可能我們 我們未必是一個散戶心態 就是我們做行裡邊 一些交易員心態 就是 重點的是有錢賺 你是賺到一些 相對小的錢 比一些賺不到 你覺得很大的錢 是吧 落到袋子 落到盤子 才是真正的錢 是 總結現在的策略 就是見好就收 是的 即是順勢 見好就收 那個勢是好 大家都好明白 好 謝謝參位嘉賓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